一般女性兼顾家庭与工作其实已经分身乏数了 能够成为企业楷模更殊不容易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南加州分会 在上个周末集合了今年六位金冠奖的得主 分享他们企业起步的奇迹 以及取得家庭工作平衡的秘诀 职业妇女照顾家庭之外 还能同时在企业界发光发热的代表不多 也很难得 2018年刚刚出路的六位金冠奖得主 由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南加州分会主办 于5号下午举行成功企业密码讲座 分享如何取得工作家庭平衡的秘诀 获得热烈回响 今天我们的企业成功密码的讲座 是因为我们在3月3号 办了一个第五届的金冠奖 那这六位得主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讲人 我们是为了让社会各界 还有我们的姐妹们 大家能够了解如何创业 以及创业以后怎么样的管理 或者怎么样做行销的工作 这些都是他们的经验坛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妇女的精英 也是我们的楷模 所以今天来听讲座的人有福了 他可以应用在他自己的企业上 六位南加州金冠奖得主 包括陈石美 罗淑丽 裴应齐 蔡文慧 张淑青 以及胡张艳艳 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累积经验 承担风险 认真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 也一致认为与家人的良好沟通 取得谅解与支持相当重要 今天世华办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呢 是要让我们世华的姐妹 还有所有的朋友呢 能共同来找寻 然后呢了解一下 什么样是最好的企业的经营的理念 还有执行的方法 让大家呢能够有可以交换彼此的意见 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境界 然后呢趁着这个讲座的交流 还有世华的平台呢 让我们能够有所启发 然后呢进一步地对我们自己的事业有帮助 尽管蒋得住都是在工商界和企业界表现杰出 家庭生活处理良好 对社区有贡献 并愿意在将来为大众奉献更多的工商妇女楷模 他们成功密码地分享活动 相信可以鼓励更多妇女起身仿效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